大叔在野外捡到了一枚神秘的巨蛋 没想到里面隐藏着一个从未见过的生物 他用利爪刺破坚硬的蛋壳 迫不及待地想要来到这个世界 然而面对未知的可怕生物 大叔却有些后悔将它带回家中 起初大叔以为这种巨蛋就是普通的鸵鸟蛋 于是便将这颗蛋带了回家 经过十几天的惊心孵化之后 巨大的蛋壳出现了一些裂缝 里面传来了坤叫声 于是大叔认定了里面是一只鸵鸟 随着裂缝变得越来越大 里面的小家伙变得越来越活跃 他不断地想要冲破坚硬的蛋壳 可由于蛋壳太过坚硬 他尝试了好几遍都没能冲破蛋壳的束缚 此时通过裂缝能看到小家伙的冰山一角 大叔早已按耐不住内心的好奇 迫不及待想要一堵奇怪生物的卢山针念诺 可没想到下一秒大叔竟年轻了好几岁 因为他被蛋壳内的生物吓成了孙子 里面竟然伸出了一只有黑巨型爪子 看起来十分的瘆人 不过好在大叔也是见过世面的猛男 在一番观察之后恢复了平静 然后壮着胆子用手触碰了未知生物的爪子 发现这个大家伙并没有什么攻击性 反而蛋壳里面还传出了熟悉的声音 你干嘛 不料大叔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 竟忍不住亲了亲这个未知生物 没想到里面的生物像是感受到了大叔的热情 变得更加躁动 不断地想要冲破蛋壳的束缚 可即便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却迟迟无法从坚硬的蛋壳中挣脱 眼见小家伙快要闷死在蛋壳里面 大叔也顾不上心中的恐惧 直接用手将蛋壳拨开以便他能更好的呼吸 在大叔的辅助之下 小家伙也终于缓了过来 一股作气冲破了蛋壳的束缚 此时他终于露出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 看起来像是拥有一双巨大脚掌的鸟 看到这里大叔内心的恐惧也烟消云散 反而对这个神秘的小家伙爱不释手 或许是破壳而出让他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他的体温有了明显的下降 看到顽强的小家伙如此挣扎 大叔很是心疼 便将他抱在怀中为他哈气取暖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 小家伙很快恢复了体力 当大叔将小家伙放在地上时 发现他的双腿分叉躲动 根本无法正常站立 而是用奇怪的姿势趴在地上蠕动着 大叔尝试着将他的双腿捋直 可还没反应过来他又趴在地上四处乱窜 空有一双大长腿却不会行走 这让大叔感到难以置信 于是大叔便将他带到户外 想要换个环境让他学会走路 可小家伙刚一接触地面 就直接趴地上蠕动 双腿丝毫不听使唤 大叔也看出了小家伙的异常 抱着他不断地安慰着 大叔也明白了他为何会被遗弃在野外 原来是父母察觉到了他的异常 为了提高其他幼崽的存活率 野生动物就会放弃有残缺的幼崽 为了能够让小家伙正常行走 大叔自制了一条伸缩带 然后将伸缩带分别套住小家伙的两只脚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纠正他的腿形 然而刚穿上伸缩带的小家伙 立马摔了个亮墙 躺在地上似乎放弃了自己 然而大叔并不愿意就此放弃 又重新对伸缩带进行了改良 没想到小家伙极其不适应 穿上之后更是摔得四仰八叉 完全没有任何能够行走的迹象 这让大叔很是郁闷 但看到小家伙每天摔跤翻跟头 大叔的内心很不适滋味 于是对伸缩带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良 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大叔对此也不抱任何希望 只能祈祷着奇迹能够在小家伙的身上出现 或许是经历了无数次的摔倒 几天后 小家伙竟变成了涡轮增压 用不太稳健的姿势跑出一小段路程 这让大叔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一切的努力付出在此刻又看到了希望 大叔重新振作了起来 每天为小家伙制定康复训练计划 还为他进行按摩 几天后小家伙的站姿也变得愈发稳固 相比之前完全无法站立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大叔乘胜追击 带着小家伙再次来到野外 此时的小家伙早已不是几天前的那个柔弱之辈 已经能够在草地上活蹦乱跳 这让大叔感到不可思议 于是便试着摘下了他脚上的伸缩带 没想到小家伙很是争气 大叔刚一松手就撒腿跑开 完全沉浸在自由奔跑的喜悦之中 看着自己亲手孵化的孩子能够恢复行走 大叔比谁都要开心 因为他早已把小家伙当成了自己的亲闺女 感情也变得更加牢固 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羁绊 不过到最后我都没看出来 如此像恐龙的生物到底是什么鸟 一只老鹰掉入水中奄奄一息 此时的他早已没有了任何力气 趴在湖边安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好在大叔及时发现了这只落汤鸡 看到老鹰快要坚持不住 立马伸出船桨想要将它捞起 或许是因为害怕 早已虚脱的老鹰竟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扑扔着翅膀远离大叔 由于湖边环境错综复杂 这给大叔的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但大叔并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依靠船桨慢慢靠近老鹰 或许是体力消耗过度 面对大叔的步步紧逼也没有任何挣扎 于是大叔索性用船桨将它拉到船边 然后用船桨将它拖起 聪明的小家伙也明白了大叔的意图 煽动着翅膀尽量让自己保持平衡 最终在双方的配合下来到了船上 此时的老鹰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依旧心有余悸 于是便拿出自己钓的鱼送给他 此时早已鸡肠碌碌的小家伙显得异常激动 正准备大快躲一 可爱于自己作为空中霸主的面 还是表现得十分克制 装作十分不在乎的样子 还抖动身子缓解此时的尴尬 大叔看出了老鹰的小心思 于是便用船桨将鱼送到他的嘴边 此时的小家伙也装了 直接抱着鱼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看来他真的是饿坏了 没有顾及任何形象 甚至被大叔偷偷摸了一下也没有任何反应 也不知道他在水中泡了多久 如果没有大叔的及时出现 那他就会变成鱼儿的食物 在补充了一些体力之后 老鹰的状态明显有了好转 只是湿漉漉的毛发让他看起来有些狼狈 即便拥有尖牙利爪 也没有了往日的雄风 此时的他煽动着翅膀试图飞走 但还是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他飞起来 于是大叔便决定将他送到岸边 以防这只傻鸟再次掉入湖中 此时的大叔已经将他送到岸边 然而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离去 而是扑腾着翅膀发出尖叫声 似乎在感谢大叔的救命之恩 大叔看到小家伙如此有灵性 于是便给他送去了一条小鱼 然而老鹰对身下的小鱼没有任何兴趣 依旧呆呆地看着大叔不愿离去 看着如此呆萌的小家伙 大叔又拿出一条小鱼送到他的嘴巴 可小家伙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这让大叔很是不洁 但为了能让老鹰远离危险的岸边 大叔只好将鱼扔到岸上 希望这只傻鸟能够回到岸边 大叔在即将离开的时候 念叨着小家伙要学会照顾自己 或许是听懂了大叔的意思 他竟然直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看到傻鸟胃口大增 大叔内心很是激动 希望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在大叔的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好在最终老鹰回到了岸上 最后希望他能健康地活下去 大叔在结冰的湖面钓鱼 一只鸡肠鹿鹿的白狐突然来到洞口 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看着大叔 似乎在祈求大叔帮帮自己 可下一秒就惨遭大叔的唾骂 然而白狐并没有离开 而是不停地在洞口扒拉着 撒娇麦蒙希望大叔能够施舍一点小鱼肝 他对洞口的食物充满了期待和渴望 原本凶巴巴的大叔也被白狐的眼神所迷惑 静眼睁睁地看着白狐栽进洞口叼起一只小鱼 然后迫不及待地当着大叔的面吃了起来 这一操作把大叔整不会了 怒吼吓退了白狐 他只好跑到一边继续大快朵鱼 甚至因为吃太快还把自己噎住了 起初大叔有些生气 想要将这只妨碍自己钓鱼的血壶赶走 可看到黄昏下白狐落寞的身影 他知道很难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找到食物 因此便默许了白狐待在身边 此时白狐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看着大叔 这让大叔内心感到一阵心酸 净鬼使神差地向他主动送出了一条小鱼 看到有好吃的 白狐立马上前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看到白狐很快就吃完了一条 小哥毫不吝啬地又给了他一条 此时旁边出现了一只赤狐 正可怜兮兮地盯着大叔 似乎也想要讨得一些食物 但害羞的赤狐只敢远远地观望着 看到赤狐如此胆小 大叔只好将小鱼扔到他的身边 赤狐也是手急眼快 立马叼起食物跑到远处 然后开心地吃了起来 虽然今天的钓鱼成果都给了血狐 但看到他们能吃上食物 大叔的内心也没有失落 反而是多了一些满足 等到了第二天 大叔开着雪橇来到老地方钓鱼 没想到白狐看见大叔到来后 立马出来迎接 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防备 甚至还会在大叔钓鱼的时候 守在一边保护大叔 面对白狐的示好 大叔也是十分欣慰 还饶有兴趣地为白狐拍摄美照 如此漂亮的白狐 也难怪当年咒王会沦陷 现在只要大叔钓上货 都会给白狐一条小鱼 他也是毫不客气 直接钓起小鱼 然后走到一边十分享受地吃了起来 有时候他吃饱了 就会把多余的小鱼刨坑藏起来 这娴熟的刨坑动作实在太可爱了 等他把食物藏起来以后 竟然还会用嘴巴用血浆坑夯食 看到白狐如此懂得规划 大叔又忍不住给了他一条小鱼 紧接着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挖洞 然后将食物藏起来 为了能够应对饥寒交迫的寒冬 聪明的白狐学会了如何应对残酷的生存环境 如果没有好心人的施舍帮助 估计他也是三天两头都要饿肚子 鸡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太难受了 所以聪明的他学会了求助人类 得到足够的食物也会埋起来 等到饿肚子的时候又可以挖出来饱餐一顿 白狐把大叔给的大部分食物都藏了起来 紧接着又跑到大叔面前撒娇 大叔也是毫不吝啬 将今天的小鱼都给了白狐 看来大叔今天又是白忙活一场 不过大叔也是乐在其中 毕竟自己收获了忠实的小明媚一枚 白狐也是十分感谢大叔的馈赠 只要大叔出现在这里 就会化身保镖时刻守在身边 大叔和白狐完美诠释的人和动物是可以和平相处的 他们之间互动的画面真的让人感到温暖 希望我们能够爱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